近年,越來越多人聲稱目擊UFO出現 部分人用表示曾經被外星人捉走 被催眠之後,他們更加驚爆當中的驚火 外星人捉走人類,背後有沒有暗藏陰謀呢? 有關UFO相當之神秘 但有些說到似層層的陰謀 例如地球上,有些工作人員會劏開人 把女人老了回到星球 甚至化身成為人類 可宜,你會否是外星人呢? 你猜一下,我的智慧也不低 不過有資料亦說 外星人來到地球不單止毀滅地球 或傷害地球 而外星人亦有善和惡之分 我亦看過資料有說到 有一個來自金星的女人 她所說,她由1955年 曾經坐太空船登陸地球 再以人類的肉身形式出現 活在人類的生活裏面 她來的目的是做甚麼呢? 原來她要幫助人類 協助人類從第三密度空間 進入第四空間 據說,人類曾經經歷過 兩次進化的失敗 未來的2012年 又是一個重要的一年去考驗我們 我們的知覺、群體意識、道德等等 到時我們又可以怎樣自救呢? 說得很深 我們找到我們的嘉賓一起談 就是研究了UFO很多年的Danny Summer 夏小貞 我知道二十多年來 你一直都很留意UFO外星人的消息 而且你自己還親身目擊UFO 不僅僅,你還創作有關UFO的歌曲、漫畫 說要將他們的神秘故事公諸於世 我想問問你 究竟為甚麼會這麼留意UFO 以及甚麼時候開始這樣呢? 小時候我喜歡太空的事物 我喜歡太空的事物 是 同時你看到天上、太空上 慢慢地這個世界出現了 有這個字眼叫做 飛地位UFO 吸引了我 我就開始多留意這些東西 應該是2005、2006年 在三藩市 每天我都看到飛船在天上 因為這個所謂的飛船 是用來報告天氣和交通的 當時我開車就向著他這樣去 這個Trans-America的建築 Downtown 在這個 我這樣向十二點鐘的位置 突然之間在兩點鐘 一個無端端就走了一塊這樣的東西出來 很大塊 這塊東西就很大塊 大過那個飛船 是的 現在我這裡是藍 我這裡是藍,那是北 那Gerry街的另一邊 一邊直去的話 就是我所說的Ocean Beach 當日我在這個位置下來 這個隧道口就這樣出來 時間大約是四點半、五點的時間 三藩市的黃昏很長 當時這輛車這樣出來 其實已經是想找到 再見到那個UFO 但已經是不見了 即是說我一落的時候 見到他 再出來那裡已經見到他 其實你看到現在後面 我們在下距離 尖塔的建築 兩點鐘左右的方向 那裡應該是貼著東南的 那UFO就是在尖塔的兩點那個位置 就有那個飛船 說天理的飛船 還有那個UFO在兩點至三點的位置 飛出來的 海昌有趣 那不如找到兩個嘉賓和我們一起聊 就是假曉神JJ 還有高凱寧 信不信有外星人 信不信有UFO 我一直都很信 而且在香港我和朋友逛街 真的見過一次 我們倆同時一起見到肉眼 其實他見到 然後我之後 因為我的朋友 是不會開玩笑 很認真的印 他就告訴我 是有一個很光的東西 在空中 就是兩… 將那裡有很多扭 是兩座扭的中間 停在那裡 像太陽一樣 然後突然移走 很快地出道 他呆了 你為何呆了看著那裡 我又不是很看到什麼 但我看到他說 就是這樣移走了 是正常的飛行物 是不會這樣飛的 我也相信 因為這個世界這麼大 我相信什麼都有 而且我也看到很多報道 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報道 都是圍繞著外星人出現過 或者人見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信性很高 據說UFO有不同的形態 而外星人也有善惡之分 有研究者更加指出 邪惡的外星人 最初只是劏羊劏牛做實驗 後來竟然嚴重失控 劏惡人類 如果熟實 人類喜不赦面 臨一場屠殺式的災難 Danny經常有很多陰謀論 他看了很多負面的事情 甚至有部分… 我覺得是同時存在的 對… 你別知道 你別知道 劏惡人 劏惡人這件事事 事實上發生過 死者的家族都認了屍 只不過他不想公開這個死的人的名字 這只是一個個案 被人劏的是說你… 嘩…這樣的個案 最糟糕的 1949年 在墨西哥 突然跌了一塊飛碟下來 跌了下來 有多少死的外星人 不是一個問題 而是旁邊有這麼多死的人類的屍體 才是一個問題 不是在那裡死的 而是在飛碟狀態下跌出來 這些是被人捉上去劏的 這麼恐怖啊 恐怖啊 即是他們要這樣做 我們完全沒有反抗 我們沒有反抗 我們沒有什麼留意過 我們完全沒有反抗 外星人捉走人類 到底是去哪裡呢 做些什麼 有什麼目的呢 一位聲稱多次被外星人 露走的匈牙離籍 澳洲人就透過催眠 喚醒當中的神秘回憶 有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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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有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沒有想到 我現在說 如果你是喜歡 我還是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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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他還契術99年當晚 多且天空中 看到三顆救成神秘三角的光點 懷疑是UFO 同一個月內 他又拍到懷疑是UFO 母船的蹤跡 他還說 外星人捕走他之後 拿了他身上一些東西 做繁殖實驗 這些神秘傷痕 會不會就是外星人 做實驗後留下的標記呢 外星人對人類 還會不會有其他陰謀呢 你信不信 我聽得太入神了 你信不信 其實 我覺得 都會有機會 因為好像 都聽說 美國事實上 其實有抓到外星人 來解剖 來研究 即是好像 你又會相信 我想這些是機密 但我也聽說 這些傳聞 我相信 如果大家有接觸的話 外星人 既然會抓到我們人類去研究的話 我想我們也有機會抓到他們研究 但如果他們的IQ那麼高 為什麼要我們去研究 因為我知道 有些外星人 他們的壽命很長 但他們沒有研究下一代的能力 可能是 另外 可能他們自己的星球 可能能源已經沒有了 能源 絕對是資源 是一個問題 地球的資源 有興趣 有什麼資源 你覺得他們會用 可能水 之前看過一個電影 也是說的 外星人是喜歡地球的水 所以把水殺光 可能他們真的沒有水 對 沒有這個元素 對 可能水可以變成動力 可以飛船都可以飛到 我覺得有時候他來地球 去捉人類 或者去解剖人類 可能人類有些東西他們沒有 你覺得真的想拿些甚麼 我覺得你很像外星人 很像外星人 可能圓也好 鐵也好 你不知道那些元素 對 泡物也好 他們應該有齊了 不一定的 因為外星人 我們認識的那些大頭仔 可能是射狗 對 大部分 大眼、大頭那些 他們只是瞇出來 對 因為他們沒有排泄器官 對 沒有排泄器官 就是不是正常 像我們這樣 不是一個生物 對 但是它是生物 它一半是生物 其實我們已經做得到 人做人 我們做得到 但是我們不告訴你 我相信遠古外星人 我贊成 對 我看過一些片 講古代那些 埃及的法老 法老 法老 法老王 其實是外星人的後代 不是 外星人好像是 混合 對 有些基因 對 如果沒有聽錯 其實JJ和高鈴 似乎說的那些 都好像沒甚麼吃 他害怕 因為他幫了我們 到現在的發展 但Danny 又不是 因為傷害我們 還未到我們的層面 去接觸 也接觸總統的領導人 你說的是2012 對 2012是跟空少數關的 其實有 有 我剛才想說 為什麼 因為 埃及文化 馬亞文化 一瞬間 沒有了 沒有了 因為他們可能發現了很多問題 覺得人類實在是 自己 傷害自己 或者不知道甚麼原因 然後一次過就剷了 重新叫我們來 然後 如果現在 發現了他不喜歡的東西 可能都會一次過剷了我們 即是先給一個試驗 然後發現你不合格 那就沒有了 還有好像你說 2012之前 你不覺得 近年發生了很多天災人物 實在太多 太密度 大家已經是覺得 嘩 轉眼間 整個日本仙台沒有了 好像Juzy說 他覺得我們不合格 想洗完所有東西 然後重新再製作新的東西 都有機會是這樣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 再繼續看看 這位嘉賓 告訴我們 究竟有沒有大空少 UFO有沒有在香港出現過 如果有 經常出沒在哪些地方 有人說 UFO出現 是大災難先兆 我們又可以怎樣理解 這些天外訊息 全球各地都有人聲稱自己 見過UFO 他們的經歷又是怎樣的 我讀中學的時候 當時在美國 加州 那一晚突然之間 睡到一半 聽到很多 好像直升機 或者類似一些 機械的聲音 很近很近 然後就開始見到 射很多五眼六色的燈光 即紅色 藍色 綠色 很暖 肯定是一個很近的距離 而這位日本音樂人 就分別在美國和東京 見過UFO 還有三次 那麼多 第一次是在1976年 他還可以畫出當時的情況 他沒有移動 只會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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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 之後的兩次 他都在東京街頭 看到UFO 頭一次 UFO更加出現在區內 最高的建築物之上 有一些東西 會來給你 有些東西 會來給你 會來給你 然後 我們看到 大的母船 白色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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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越來越多 UFO目擊者 選擇公開他們的經歷 香港的UFO目擊事件 又會是怎樣 我想大家還記得 香港在去年 9月8日的時候 天文台曾經錄下 有25,000次 雲對地的閃電 之後還收到 很多市民 在跑馬地 灣仔 青水灣 甚至葵涌這些地方 一起目擊到UFO 甚至 有人在大嵐隧道後 也都拍下過一張 類似UFO的照片 放上網 引來議論分身 我自己的理解 其實有個別記者跟進過 他們說 其實當時有支露燈 當時的目擊 就有人誤會 但究竟是否大家見到的是 同樣東西 又或者大家 就算這件事 最後怎麼報導 你們幾位相不相信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你有沒有看過這張照片 我看了 這些東西很留意 那你相信是真的 因為他一開始我覺得很討厭 但真的說了切燈 我覺得真的挺切燈 奇怪 在不同的地區 也同時有人說 看到UFO 其實你又覺得 雖然他們沒有照片 但他們是否同時犯同一個路燈的錯誤 如果那個人說的燈是完的 我相信他是UFO 但如果是四方的 那裡的街燈是四方的 這個我就不理他 但當晚我在澳門 我都說過這件事 我在下雨很大的時候 我那晚在那裡做宿 完了之後 我就過那條橋 我親眼看到的閃電 是我沒有見過的 這種形式 閃電呢 閃電是向地下的 是 要地圈的 但是那些閃電是橫的 其實台灣去年 很多時候 其實全世界 由去年到現在 那些閃電都是橫的 是 其實打橫這樣去 中間有一個東西要給它 這是一個事實 因為電一定是有地方 就是物理的問題 他覺得一定有些外星人的作用 一定是 不是 你怎麼會去電 是有很多酒 是 一日砍中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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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打橫走 一定有些東西 你成功 因為我看到高海寧多次相信 是嗎 要聽他這些資料 越多 就越是覺得可信線有高助 例如當日我們在澳門的時候 是很多人停車來看的 不是很多人看得到 但為什麼會有些人看得到 有些人看不到 我就不知道為甚麼看不到 但看得到才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這樣 你多點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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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理論上 你會看到的機會多了 是 如果你仍然看不到 你晚上看得到 應該有機會更大 我們有問題 因為我其實有答案 我有答案 你就考我而已 答案其實很簡單 香港是存在了很嚴重的光害 是 所以在絕大部分的市區 你其實不容易會有機會見到 就算在這裡也不會見到 所以我們常常說 東區或在哪裡 是因為那些地方 因為光害比較少 你明白嗎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也有一個推敲 難以我自己這樣想 如果真的有 是因為沒有光害 我們才有機會見到 我小時候常常都見到 我小時候都見到 你小時候又常常見到 我小時候都見到 你繼續說說 我小時候在親戚那裡 有見過 自己和弟弟在其他地方都見過 只要天空看到很多星星的時候 你留意一下 有時候大部分時間都會… 正常的星星都會突然 突然過去 我都見過流星 我還許過願 但是我說 我看到那些 它很奇怪的移動 是這樣 這樣 這樣 怎麼辦 所以那些我就不懂 有形狀這樣走 Danny,我想問你這個問題 你研究這件事這麼多年 你小的面組遇到 譬如在香港也有些對手 是不是每個人 跟你同樣的想法 沒有所謂 有相同愛好 我懷疑派狼 我會懷疑有些像JJ 有些覺得他善良 有的 是嗎 一半一半 現在說到這樣 很害怕 你被他嚇到 對 原來你不是覺得他善良 本來我覺得他們是為我們好的 因為看了歷史 他幫人類做那麼多東西 但是我覺得 他的清洗的行為 也挺恐怖的 好像… 就是你確定 那些清洗是他們造成的嗎 我覺得 只是他們才能做到這件事 Danny,我想這樣問 我這個純不純假設 雖然我不相信 為了… 為了… 怎樣拯救我們 為本人的準備 為本人的準備 或拯救地球 剛才知道 我知道很多嘉賓上來 或者對於世界每日 這件事的看法 都是買著出去的 香港賣 買著自殺嗎 即是香港賣 我不覺得我們人類的槍 可以殺到他 槍就是先保護自己的家園 美國人是用槍創造的 所以我叫我女兒買好槍 不一定要打人 但糧食和電池就一定需要 但為何2012會來呢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太多武器 太多這些… 互相… 攻擊人 對,互相… 互相傷害的舉動 所以… 可以想一個新的方法 才會有這個末日的來臨 即是如果我們大家 都是有愛 都是有愛在這個地球 我相信地球 不會變成現在這樣 Danny,我想問你了 博金曾經說過 他說我們人類 千萬不要接觸外星人 那你又信不信呢 他是一個專家 是 他說得出他 當然有他研究過很多的東西 這個理論 如果我們打個訊號 告訴他們 我們在這裡 他們可能真的來看 我一看完 你們是那麼差的 還有那麼穩定 那麼低智慧 那麼低智慧 那好吧 要是他可能來幫我們 要是可能來毀滅我們 其實我覺得大家現在 既然都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我想外星人一早已經感覺到 我們不是完全 每個人都想這樣 可能都會放過我們一馬 即是他們都不明白 可能是不明白 我們人類為何會 怎樣自己傷害自己 或者人類殘殺人類等等 我覺得剛才有說過 第三的空間就是第四空間 完全是在乎於人類群體的意識 道德 甚至乎是他們的靈性的進化 那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我們 真的要大家都去反省一下 究竟年一二來 我們每個人 人類在地球上面 應該 最基本要做好些甚麼 沒有的了 所以就說 如果你吩咐現在的家人 尤其是分開在別的國家住的那些 你就自己要預備 寫信 因為我們不是住在一起的 大家一個家庭就住在一起 你會擔心一下 如果通訊沒有了 會怎樣 你想想大災難真來來的時候 你會掛著甚麼 當然是掛著你愛的人 逃難 身邊的人 逃得到就逃 逃不到 上去自然 其實我覺得這些事不能害怕 如果只是我家裡有… 剛才說你好像很害怕 突然又不害怕 我覺得如果只是我家裡有事 我就會很害怕 但全世界的人一起面對的時候 大家都要一起死 那就沒有了 最好就是死就死快點 對,你快點 對,你快點 我不想幾十公里 看著那些水 怎麼辦 跑還是不跑 你試試打開門 第二天,周地都是水 周地都是死屍 你自己也沒有興趣 對 其實我覺得今天 可聽性很高 很有趣 但我想對於很多理性人來說 一,你要給我一些科學 你看到 證據 有人會問 如果我真的要你讓我在香港見到 Danny 你告訴我在哪裡見到 可以 千萬不要誤會 香港是一個加油站 飛碟一定要經過 不是 飛碟對我們香港是沒有感覺的 香港在地圖上 只是一個字 沒有一個地 看不到 他一萬八千里 根本都會過你 是不會理會香港的 所以如果香港會不會有外星的災難 有都沒有輪到我們 所以他們沒有傳過 香港有人被殺 有人失蹤 有人失蹤 失蹤那些都會把屍體 但美國在港京強 嘩 因為他最強 幾乎十萬人失蹤 對 可能我們國內都有 但我們不知道 這個話題 可以一直談談很久 不如我們跟小總結 Maggie 你會怎樣總結自己今天的看法 我們周圍發射信號 去野招野 這麼高智慧的 有善有惡的外星人 其實對我們人類的好處都好 Danny 你的灰心程度有多高 對 可以說我們的技術 他們超出我們五萬年 是 我們能否去到他這個位置 我們能不能去 你儘管看看我們總結地的歷史 我們的戰爭 我們的貪 大家都是為了所謂 簡單來說 可以做些甚麼 做不到 Gigi 我們這輩子做不到 我們用愛的進化 Gigi 你正面一點 你告訴我 正面 愛惜身邊的人 有甚麼會發生 你都控制不到 反正這麼高科技 你甚麼都做不到 你對身邊的人好一點 最後都不會後悔 阿高玲呢 我覺得其實2012是否真的會發生 這麼大的事 大家都拭目以待 因為雜時都真的不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 之前都說過 今年的五月份 就說 台灣會整個沒有了 但現在還在 所以其實這是一種說法 大家也不需要太過恐慌 但最重要是做好 好像JJ說 愛惜身邊的人 真的懂得去照顧身邊的人 還有真是多些珍惜 我們現在擁有的東西 好了 在這裡再一次多謝大家 下集再見 世紀絕症蔓延 病毒迅速變種 惡菌抗藥性不斷增加 變得毒性更強 散播更廣 人類會不會滅亡於大瘟疫之下呢 接著是給高銀地產呈現 馬球填黑相處 接著是給高銀地產呎